各位欢迎来到《照理都市》 上期节目我们跟大家聊 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 按道理讲 犹太人在当时的纳粹德国 你能活下来就不容易 结果当时的德军中 竟然有一位犹太人的空军元帅 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位空军元帅 人家说我爸爸是个犹太人 但是当年我妈妈偷情 跟我的表叔父偷情生下了我 所以我不是我爸爸的儿子 我是我表叔父的儿子 我表叔父不是犹太人 所以我就不是犹太人 大家看到了 为了自己能当上纳粹的元帅 人家生生的给自己老爸 送上一顶绿帽子 其实相类似的事 咱们中国古代也有 比如说汉高祖刘邦 刘邦是有爸爸的 当然了 刘邦的爸爸是刘太公 他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活着的太上皇 而且刘邦的爸爸刘太公 子女众多 刘邦那是老三 所以他又叫刘继 人称刘三郎 这个很正常 那么刘邦也给他老爸送绿帽子了吗 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这可是正史记载 史记中有说 刘邦是怎么出生的呢 说有一天 刘邦的妈妈刘偶 人家在一个大泽旁边歇息 突然风雨交加 然后刘邦的爸爸刘太公 就看到有一条龙 附在了刘偶的身上 回家之后就发现 刘偶怀孕了 什么意思 让刘偶怀孕的 不是刘太公 而是那条龙 所以刘邦的爸爸是谁呢 不是刘太公 是那条真龙 刘邦是龙之子啊 你看看 这不是生生的 给自己爸爸戴绿帽吗 告诉全国的人呢 告诉后世的人 我的爸爸不是刘太公 虽然我都给他尊为太上皇了 但是我的爸爸不是刘太公 我的爸爸是那条真龙 真龙让我母亲怀孕 生下来的我 难怪当年 项羽抓了刘邦的老爸要杀 刘邦说 我爸就是你爸 愿杀杀呗 刘邦老爸是真龙啊 当然 稍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 刘邦的爸爸 不可能是龙 刘邦的爸爸就是刘太公 那么都贵为皇帝了 为什么还要给自己老爸送这顶绿帽啊 他跟当年那个犹太人元帅 境遇可不一样啊 这是因为刘邦出身实在是太卑微了 中国古代还是很讲究门第概念的 你想春秋战国那么多国家 哪一个国家都是有传承的 我祖上是谁 你祖上是谁 只有刘邦啊 那真是平头老百姓当上了皇帝 所以刘邦一定要告诉他的臣民 我当皇帝是有原因的 君权神兽啊 我是天的儿子 我是龙的儿子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我不是凡人 我的母亲跟龙交配生下了我 后来我斩白蛇 斩掉了秦的气数 我才能当皇帝 这种封建迷信的说法 在当时是有用的 要不然为什么 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 也要搞一连串的动作 什么大楚星陈胜王呢 没办法 这也是一种洗脑 你只有通过这种洗脑呢 才能让社会上的很多人安分 哎呀你看 刘邦是龙子 人家有资格当皇帝 我们就一般人 平民百姓 又不是贵族 我们自然没有能力跟刘邦争了 对于刘邦来讲 当上皇帝之后 他要宣扬的 当然是君臣神兽 而不是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啊 所以老爸的绿墨子 还是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